加州又又又发钱了 之前疫情发过两次 每次600块钱 这是第三次发钱了 这一次发钱呢 年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 每个家庭两个人就可以领到700块钱 那如果你有个小孩的话 三口之家可以领到1050美金 那这次除了15万美金以下 15万美金以上也有些 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5万美金到25万美金的话呢 你就可以领到500块钱 如果你有个小孩三口之家 你就一共可以领到750块钱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在25万美金到50万美金的话呢 你的家庭你就只能领到600块钱 这次发钱说了好久都半年了 我一直没有收到钱 我就奇怪了 说加州要发95亿美金 有2300万人能领到这个钱 我就说我怎么可能不是这2300万人里边其中一个呢 终于等到今年 今天我才拿到了这个钱 那为啥要发这个钱呢 因为大家知道疫情开始油价就疯涨 加州去年前年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6块多钱 一加轮了 所以为了补贴这个油价 那加州政府呢就拿出了95亿美金来发给大家 但是分到我们手上一个人 一个家庭只有1050块 既然领了这个油价补贴 咱们也不能浪费 立刻带着这两张卡来到了特斯拉 准备买一辆特斯拉电车 以后再也不加油了 前段时间听说国内特斯拉降价了 我们都很眼残 最近美国也降价了 所以赶紧来买一辆特斯拉去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它降价 而是因为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 说洛杉矶的一个医生为了谋杀 它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开着特斯拉的摩托外 从旧金山的这个一号公路悬崖处冲下去 结果四个人一点事没有 全部都安安全全的 你想想特斯拉从76米高的悬崖落下去 撞成了一堆废铁 但是车上四个人一点毛病没有 这新闻看得我一机灵 赶紧在心里计划起买特斯拉了 进入到特斯拉的赛事店 完全没有去其他车行的感觉 其他车行的销售 早就在外边热情的迎接里给你介绍 而特斯拉的销售人员 坐在自己的电脑前 悠闲地聊着自己的天 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 简单介绍以后 丢给我们一张卡 说是特斯拉的车钥匙 带着我们到车里边 让我们自己开着车去驾乘体验 也不担心我们直接就把车开走了 这销售的心是有多大呀 我觉得特斯拉这车 就像一台大的电脑 里边简洁的不能再简洁的配置了 但是冲着它的自动驾驶 和它的安全性能高低也得买一辆 目前降完价以后 这辆摸多歪 普通的价格在53,500块美金 最后取决于你选的车的颜色 还有座椅的颜色 还有轮胎等等 所以它的价钱大概就在6万美金左右 最后再加上11%的消费税 就是这个车的总价格了 现在都没有限车 只能先交250块钱的定金 它把你放到这个list里边 然后它就去帮你找你要的车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现在美国的车也不像去年 前年那么紧张了 一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提到车 让我们如果是在3月份之前提到车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政府7500块钱 电车的一个优惠 最贵的反而是现在因为通货膨胀 造成的利息非常贵 以前我记得买车都是零利息 最多也就一点几的利息 刚刚问这特斯拉他自己的金融贷款的话 他的利息要5点几 总体说来我觉得还是国内便宜 大家觉得呢 我们下车的利息要5点几